据台湾媒体报道,赵丽颖16日宣布和佛少峰脸正结婚,绯闻传了许久终于大方放闪,除了婚事之外,之前女方凭被传疑有孕,跟另外姐好奇她们是否双鞋临门,赵丽颖方面总会跳出澄清耀眼,不过近来佛少峰被发现描山一则报喜文,并疑似抱出老婆坏了双胞胎,赵丽颖和佛少峰光宣结婚前就有传赵丽颖怀孕,网上更流出赵丽颖超音波检查报告, 但公司人员被求证此事仅回应直直聪明而已,澄清并非演员赵丽颖,但目前有网友发现,佛少峰发文写下从此一加一等于四,虽然立刻就描山天文,但已被网友截图猜赵丽颖怀了双胞胎,引起热烈讨论,期待两人早日宣布好消息,日前有媒体爆料了一张名为赵丽颖的逼超单,说赵丽颖已怀孕六周,后公司人员辟谣称产检报告中的赵丽颖并非演员赵丽颖,就在刚刚赵丽颖微博 发文金子辟谣称,最近网传热心网友爆料,偶遇,批图,然后看图编故事,都可以变成新闻联播,辩博一句也要变成辟谣称情炒作,赵丽颖最后奉劝吃瓜群众,吃别人的瓜总是香的,但是吃瓜需谨慎,在吃瓜之前能不能看看这瓜的质量融合,万一是注水瓜呢? 人间赵丽颖在自己微博晒照,照片中的她溯源出镜,皮肤白嫩,状态很好,她面的微笑用盒子遮阻,看一下镜头,赵丽颖小脸微胖,则手无名纸上的婚戒很是抢眼,网友纷纷表示连妆都不化了,我看到婚戒了,真的怀孕了吗?不要遮肚子啊。